这是罗伊威2022年春夏最新的一场秀 这场秀是罗伊威在疫情之后 扩别梯台将近18个月的时间之后的 一场重新回归的一个展出 可以看到他在这个秀当中 整个场地是非常空旷的 没有任何的装置也没有任何的艺术品 很简洁 所以他希望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整个服装上面 他这个服装就是乍一看上去 就是很也不能乍一看上去的 其实还是蛮抢眼的 对 他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基本的这种款式上 但是他改变了很多扩形的这种造型感 有很多用金属丝支撑起来的这种奇奇怪怪的凸起 可以从这个当中感觉到一种在日常的服装当中 挑起的一种不安的情绪 然后一种非常紧张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到这一点的话 就可以引出他这一场秀的一个设计主题 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每个设计师他在设计的时候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又复杂但是又简单的 就你需要找到一个灵感 然后对他产生一种情绪上的共情 然后同时在这个灵感当中去挖掘你的扩形色彩 还有一些细节 而你能挖掘到什么程度 就体现出一个设计师他的一个功力 那这一次Johnson Anderson 他是从一个16世纪的画作当中 去捕捉这个绘画他的一个色彩 包括他的情绪 因为这张画是在1528年 在意大利的佛伦萨 是由一个叫Pondoloma的一个画家 他所画作的基督下葬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上面 所有人物的这种情绪是非常的悲伤的 而且是有一种神经质的一种感觉 所以Anderson他在这张画当中 就捕捉到了这种情绪 他觉得我们现在在疫情之后 虽然回到了正常的一个日常的生活 但是其实又不是原来的这种日常 他还是会有些变化 在人的内心当中会留有一些不安的情绪 所以他把这两种东西 有一个共情的感觉 找到了一个共通点 包括可以看到现在秀场上 很多这种服装的色彩 还有他的这种造型 就是这种突然凹起的这种身体的变形 也体现出这个绘画在这个时期 它的一个区别于同时期 像梅艺复兴时代的那些很均匀的 很讲究比例的这些画作 非常不同的一点 它会很夸张 追求一种不对称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系列当中 看到这种夸张的扩行 这种不对称的比例的感觉 比如说这套就非常的 就有点怪异的感觉 披在身上的那个 有点像翅膀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看他的模特身上的 这些悬垂的这些面料学仿 也很像这个画当中 披纱似的这种服饰 而且你看现在走过来的这条裙子 它看上去的 它的裙子的开口是在下边 但它其实是在大腿的位置 然后掏了一个洞 然后把腿然后从这边伸出来 对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它的高跟鞋的鞋根 很多就是用了像玫瑰花啊 还有那种被压碎的鸡蛋的那种 像这些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 非常常见的东西 但是他把它放在鞋根这么一个位置 就感觉非常的有那种危险的紧迫感 有一种不安的 也是体现一种不安的那种情绪 我发现其实他非常善于 在服装的扩形上去做改造和处理 包括你看那个 他现在这个模特穿的这种 双色拼接的这个 塔夫筹的这个运动服 他也是在拼色的位置 扩大了服装的松量 然后让他看上去有一个 有一个碰起来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你看这套他的裤子的部分做很多 比较缠绕的那些 对这些用这种柔软的血纺 然后缠在这个裤子当中 我看到他在说 他觉得这个画作当中的这个情绪 这种神经质的东西 他希望也是从本季的这个秀场当中 表现出 整个人们处于一种非常神经质 是在对疫情 被疫情受过惊吓之后 或者是在疫情的这个创伤当中 看似行为是恢复了一个正常 但实际内心 他其实是还是很紧张 然后对未来是一个未知的 一个这种心里的不安的感觉 是的 记得他有提到说 现在就算是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 这个代引号的正常 但是其实是与往常 过去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融合了悲伤和希望的一种 所谓新常态 它这次有很多的连衣裙 都是用了一种 像是这种视觉的错觉感觉 就是超现实主义当中的一个表达方式 它所有的服装几乎都是不对称的造型 对 我看它这个牛仔 它是从袖子那个地方有个开口 然后把手伸出来 一下让这种牛仔的材质 有一种披风的那种感觉 像是很古典的这种感觉 这一套又非常的就省亮 不灵不灵 对 然后它的特色也是 就是你看它这个腿伸出来的地方 它其实并不是它裙子的开口 而是就是有一个破洞的一个设计 这个你不仔细看还真的不太会能注意到这一点 这条很短的绿色的短裙也是做了一个发动的效果 对 已经很短了 我觉得就是Anderson他本身自己在扩型上面的改造其实是非常擅长的 包括从他自己的品牌也好 还是说以往的这些设计 它的扩型普遍都是比较夸张一点的 而且从扩型当中你会觉得其实他整个感觉是很年轻的 因为年轻的生命会喜欢突出一个夸张的一个形式 然后同时你又觉得他在色彩上是比较活泼很跳跃的 所以虽然这一季他的情绪是不安 然后是悲伤的这种感受 但是其实我们从这个秀场当中还是能感觉到很明亮的色彩 就可能也是他希望就是疫情过后还是能赋予大家对生活的一种希望的感觉 因为他是比较 我觉得对于他的作品我感受比较多的是他挺愿意去探索这种不同的扩型 还有比例上面的一些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去试验在服装上 对对对 包括他自己的品牌和鲁维维都是感觉都是在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 而不是一个结果 对刚才有出现很多这种针织的面料材质和这种竖纸的这种材质的拼接 其实我们刚才也在研究说他这个衔接处是怎么去处理的 有可能是一种热压的这种方法 但他因为我们在想可能不太会是传统的这种缝接的方式 不然他的完结工序是很难处理的 但他其实刚才这个扩型他也是来自于就是1960年代的时候 Flaude Lalanne他是一个法国的一个雕塑家 他当时为Yves Saint Laurent所设计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系列 一个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系列当中用了很多金属的元素 包括这些服装上的面料的图案印花 也是来自于Pont de l'Homme的画当中 看上去就像是融化了的颜料的色彩的感觉 Johnson Anderson把现实中的这种服装和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主义的画 用一种近乎于歇斯底里的情绪连接在一起 它使两个不同的时空产生了这种共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